哈喽大家好 那周日呢 3月3号呢 就是我们的电力研究日哦 那究竟在这个活动呢 有哪些宝可梦呢 我们应该把它抓起来 以及相关的细节有哪些呢 都会在今天的影片呢 跟大家做个分享哦 那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的话呢 由于这个时间点的时候 已经是新的季节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新的季节奖励加码内容有哪些 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与好友一起参加团体战的时候呢 宝可梦绍成的伤害呢会增加 第二个部分呢 是每日旋转道馆转盘的时候呢 可以额外获得一张免费的团体战入场券 这个非常重要哦 所以以后呢 在这个季节的时候 每一天都可以打两场的这个团体战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尤其是在周末的时候 又有暗影团体战 所以可能可以一场打 普通的一场打这个暗影的哦 那再来的话呢 是一星以及三星团体战的时候呢 以及暗影团体战 获胜得到的经验值呢 会增加 那这三个内容呢 大家要记得好好把握一下哦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相关的这个活动细节 电日研究日 那这个活动呢 开始时间是在3月3号的下午2点到5点 总共只有3小时哦 那主角的这个宝可梦呢 会是这个灯荣鱼 落雷马 斑斑马 电电虫 闪电锡哦 全部呢 都是这个电系的宝可梦 那全部呢 都是有开放异色色围的哦 那这些主角宝可梦的话 可以在这个旋转宝可梦补给站的转盘呢 获得相关的田野调查课题 完成课题的时候呢 诶就可以与这些主角宝可梦呢 相遇哦 那接下来呢 是在野外出现哦 那在这个时间点的时候呢 可以在地图上预见的宝可梦呢 有皮卡丘 霹雳电球 震电拍拍 负电拍拍 电飞鼠 以及不波 那其中皮卡丘 霹雳电球 震电拍拍 以及负电拍拍呢 都是有开放异色色围的 但是这个几率 有没有特别提高呢 官方没有特别说 所以应该要得到异色 也没有那么容易哦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在这个活动的话 当然也是有相关的 这个现实调查哦 那这个现实调查呢 是需要课金的 那它的价值呢 大概是30块的这个台币 那完成这个现实调查内容哦 和完成天然调查课题呢 可以增加和你选择 主角宝可梦相遇的这个机会哦 那这些主角宝可梦呢 就包含登陆鱼 洛雷兽 斑斑马 电电虫 以及蝉蜴啦 不知道看到这边 你觉得如何呢 觉得不错的话 可以动动手指订阅起来 另外的话呢 就是我的频道 现在有新增会员集聚 每个集聚呢 并没有实质差异 但我会收到你满满的心意 赶紧加入会员 支持我创作 更多攻略相关内容哦 那在这个新的赛季呢 的周末所登场的 暗影团体战呢 就是我们这个雷弓 哦 所以如果说 你还没有好的 这个IV的这个雷弓的话 或是还没有抓到 异色雷弓的话呢 或是你想要抓 暗影异色的雷弓呢 哎 记得把握一下 因为现在每天 可以有两场的 这个免费团体战哦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同段时间 登场的五星团体战 在3月3号的时候 刚好是在3月1号 到3月14号 这个区间 所以搭配的这个 五星团体战呢 是卡扑 明明哦 所以如果说 你还没有这些角色的话 那记得到时候 把它抓起来哦 那在隔夜之后呢 会有我们这个相关的 动画合作庆典内容哦 那会登场呢 是首度登场 在这个Pokemon GO的 宝可梦哦 是我们的探小事 探小事呢 是可以进化成 红莲凯奇 以及苍颜嫩鬼的哦 那这个部分呢 我之后会再做一集影片 详细的再跟大家 做个介绍哦 那以上呢 就是这一次关于电力研究日的相关内容 我个人觉得啦 是在3月这么多团体战活动中呢 一个比较轻松的小品哦 可能可以让大家稍微喘口气啊 休息休息 然后之后呢 几乎每一周都会迎接一个 史诗重磅级的一个 团体战的传说宝可梦哦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啦 不怕你们对于这次的这个活动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或是你们想要抓哪一只宝可梦呢 都欢迎在底下留言哦 我们可以一起讨论讨论 交流交流哦 那谢谢你看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 一定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 那如果你想要多支持我一下的话 也可以订阅我频道的这个会员哦 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 大家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